下午3時半左右 賴雲閣就在Instagram寫下千字文 再度回應和忠恩離婚的事 回想2018年的時候 LA的婚前派對後 你突然變得冷淡 我問你為什麼 你跟我說你後悔了 你沒有好愛我 收到阿嬌寄離的婚居協議 他就說從難過到憤怒到失落到接受現實 他也感謝對方誠實地說出感受 謝謝你曾經給我的一切 如果從來多次我都會和你求婚和你結婚 文章的每段都重申 今後不會再出任何回應